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人 分为几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叫优秀 什么叫优秀 你能够把所有的事都做好 叫优秀 你知道比优秀更高的境界是什么 是卓越 优秀的人 卓越的团队 什么叫卓越 你能够让你手下的人 都把事做好 叫卓越 对不对 那什么叫辉煌 你能把优秀的人 卓越的人为你所用 让他们为你所用 帮你干 这叫辉煌 优秀的人在做事的维持 拼命做事 有做不完的事 对不对 卓越在做人的维持 记住一句话 把人做好了 就不需要做事了 因为有无数人 愿意帮你做事 那辉煌呢 做局 优秀的人 遇到卓越的人 直接被降服 卓越的人 遇到辉煌的人 直接被降服 所以在座的各位 优秀卓越 辉煌 很多大老板 妈呀周老师 原来我在塔底家了500年了呀 我还是个优秀 说的事都需要我清零新闻 说明你还在优秀的维持 叫做各位 梁山108条好汉 如果说打架 谁都能打得过宋江 他们都在优秀的维持 但是宋江在卓越 宋江把人做到了极致 所以大家都认识做大哥 告诉我是不是 但是为啥宋江败了 宋江败给谁了 败给了大宋王朝的皇帝 大宋王朝的皇帝 在什么维持 在做局的维持 所以把宋江灭了吗 你们看《水火传》 是不是就看的 哎呀梁山好汉啊 然后啊 你们是不是看到 《水火传》是个悲剧 这个各位 因为你是站在宋江的视角 站在梁山108条好汉的视角 但是各位视角决定了眼界 我是站在宋徽宗的视角来看 《水火梁山》绝对是喜剧 你能听懂吗 各位 我带着你们来看看梁山的水湖 到底发生了啥事 好还是不好 大宋的皇帝 进位以后内忧外患 内部有梁山贼手 方辣 田虎 王庆 四大贼手作乱 派大军伐职 无数次旅败旅战 外 辽国犯我边关 金国犯我边关 江山遥遥欲坠啊 怎么办 大辽国 我们败了 大金国 我们败了 灭方辣 我们败了 灭田虎 我们又败了 大王庆 我们还败了 大梁山 我们又败了 妈呀 就在这一时心生一计 四大贼手里面 就梁山的实力最强 所以大宋皇帝 跑到青楼里面 夜会李思思 那是故意吓的耳 就是为了让李思思 去调梁山的宋江 让宋江降 宋江降了以后 因为宋江是在卓越的为次啊 卓越的为次 你们知道优秀的人 为什么能成为优秀吗 因为优秀的人 活着就为了一口气 要证明我是牛逼的 叫荣誉感 因为荣誉感 你能进入优秀 但是也是因为荣誉感 你这辈子只能在优秀 优秀到极底还是优秀 优秀感的人会死在优秀感里 能听懂吗 这叫什么 成也效合 败也效合 那你知道为什么 有人能进入卓越吗 卓越的人有责任感 就是因为你有责任感 所以你才能进入卓越 但是死也是因为你死在责任感里 宋江带着108条好汉造反 那是被逼的 没办法 他希望为他的兄弟们 谋个好虔诚 他不希望让别人 把他当成贼手 他希望为这兄弟们 谋个好虔诚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一点就被大宋皇帝看穿了 我给你一锦还乡 只要你归乡归乡 梁三帅不中归乡 归乡本想一锦还乡 大宋皇帝说你爱情等会儿 既然你已经归乡了 你得帮国家立功啊 辽国犯我边关 清当如何 宋江说罚之 宋江带着108条好汉 罚辽 打了啥声仗 宋江以为这次可以一锦还乡了 皇帝这个时候又说了 金英国犯我边关 清当如何 罚之 宋江又带着梁三108条好汉出生 这个又打赢了一仗 宋江以为这次可以一锦还乡了 大宋皇帝又说了 田虎王庆犯上作乱 清当如何 罚之 他又帮助大宋皇帝 转手灭了田虎灭了王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以为要一锦还乡了 皇帝这个时候告诉他说 还有最后一战 清必须要为国家建功立业 只要清了方了 只要杀了方了 你们就可以一锦还乡 而这个时候的宋江就带着大部队 开始发方了 为什么打辽国 打金国 灭田虎 抓王庆 梁三108条好汉 五一人身亡 每一次都能够打胜仗 而就在这一次 梁三108条好汉 死了80个 还剩多少个 你们自己算啊 为啥这一次死了这么多 你们知道这是为啥吗 因为梁三108条好汉里面 有一个人 这个人叫安道全 是神医 他带着神医 都是每一次 随着兄弟们一起出征 只要有水土不服 马上吃药 只要有伤 马上吃药 反正只要他在 梁三108条好汉 药面的这个供给就在 而这一次 安道全没去 安道全为什么没有去 因为大宋的皇帝说 安神医 寡人身体有样 你留在宫中 替寡人医治 安道全没去 是导致梁三好汉 水土不服 从北方到南方 本身就死了一批 伤了一批的 最核心的因素 第二 梁草供应不足 梁草供应不足 士兵们 饿着肚子打仗 怎么打 第三 水土不服 第四 梁三108号汉 是北方的 不惜水性 反正种种原因 早智了梁三这次 虽然也胜了 但是产胜 几乎死了80%的兄弟 但是我想告诉你 这个本身就是 大宋皇帝做的剧 要的就是你们 自相残杀 梁虎相生 拥得利 就算宋江活着回来了 也被皇帝 赐了一杯毒酒 你们今天看到 那个电视剧里面 不是皇帝赐的 是别人赐的 这就是地方新宿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宋江死 寡人才能心安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大宋 辽国经国 三十年之内 不会犯我边关 国内四大贼手 皆已被杀 大宋的皇帝 是这个游戏 最大的赢家 所以在座的各位 优秀卓越 辉煌神奇 做事做人做局 你告诉我你在哪个维持 你在做事的维持 你在优秀的维持 你公司怎么可能 驾驭到卓越的人呢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这个各位 你在优秀的维持 你知道你为什么 招不来韩信 萧何张良 这样的员工为你所用吗 因为你的境界 是在项羽的维持 韩信就算去你军中 你也容不下他 所以韩信一定会离你而去 甚至把你取而代之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 老板不提升境界 就是死路一条 提升了境界 还要让你提升什么 格局 老板的格局必须要提升 记住境界就是高度 格局就是宽度 老板的心中有多大 能装多少人 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当你心中装三千人的时候 你做梦动的梦见 如何让这三千人 做好的方案 企业的规模等于 有多少人为他操心 他就能做多大 再做了各位 是老板的举手 摸摸你的良心 问问你自己 在你企业里面 有几个人像你一样 为企业操心 很多人摸摸 有个老师俩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老婆 所以你做了十几年 一样为华为操心 十七万人 因为华为有十七万员工 人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能让你的员工 都能够像华为的员工一样 为华为操心 你的企业怎么可能不大呢 何谈大也不成啊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的格局 你的境界必须放大 只有你的格局境界放大了 我接下来会教你 财商的五大系统 当你一旦安装了 这五大系统 你的企业瞬间自动化 就像给你装了发动机一样 大家所有的员工 从无事而害来 为何而来 有没有一个是为了实现 你的梦想而来 没有 他是为了什么而来 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来 为了分名分钱分利分权而来 是还是不是 你是董事长 你老婆是总经理 张总在你手下 立战功赫赫 干了十五年了 做梦都想变成董事长 结果他发现 妈呀 要不你换老婆 要不然他一辈子 变成不了总经理 他怎么会不离开呢 再说各位 员工跟你干了一辈子 你还是百分之百持股 你的企业怎么可能做大呢 分配系统 让你的企业从火车 别动车 你的企业是火车 老板车头戴 对吧 老板有动力 员工没动力 所以老板累 谁的员工越来越多 企业越来越大 老板越来越累 是还是不是 这各位 当你懂得分的时候 怎么分很简单 全员分红 改公司的薪酬机制 改公司的股权机制 改公司的这个机制 把整个公司的分配机制 全部变掉 当你公司实现 全员分红的时候 我的个厂年 那个动力就无穷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做的各位 要不要学习分配系统 说直接一点吧 做企业的本质 就是分好钱 分好名 分好利 分好权 就这么简单 是还是不是 但是你懂就很牛逼 不懂 你乱分 反而分得出问题了 是还是不是 第二个叫净升系统 员工的升迁 不能老板个人喜好说了算 如果老板个人喜好说了算 员工全部留续拍马 要系统说了算 机制说了算 制度说了算 打造一套机制 对不对 完成多少业绩 然后连续几个月 带团队好 自动升级 变成经理 对不对 然后呢 完成不好 自动降成业务员 机制说了算 大家不需要讨好你 都需要讨好机制 就这么简单 用机制来驱动他吗 对还是不对 对各位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你传统企业员工 有一个方法 让这个业绩背增的十倍 老板想不想 让那个员工 把方法分享出来 让全员一千八百人 全学会 想不想 员工愿意上台分享吗 不愿意 我教他 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为什么要教啊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只需要用一个机制 那就是分红机制 谁为公司做了贡献 公司做贡献 这部分的百分之二十 奖励给他个人 你告诉我 他愿不愿意 对各位 今年员工 自己业绩倍增了十倍 但是他一年最多 也就赚三十万 四十万 他把这个方法 告诉公司 公司今年多赚了两千万 两千万的百分之二十 多少钱 四百万 四百万 他帮公司做了贡献 四百万年终分红 啪啪 分给他 我问你 他怎么会不愿意 他拿到那四百万以后 请问他下一年怎么干 一定往四里干 那其他人看到 他拿了四百万 其他人怎么想 满脑子想 如何帮助公司增加业绩 告诉我是不是 在传统企业 你的员工 今天生了经理 经理做成总监了 他做经理的人的时候 做得非常好 老板希望 他把下面的人 都培养成经理 他愿不愿意 把他做经理的方法 分享出去 他不愿意 我有十个员工 这个月季最好的 如果把他分出去 他的业绩就跟我没关了 我为什么愿意教他呀 我不能不教他 我打压他 来告诉我是不是 搞一个机制 想做总监吗 想孵化出三个像你一样 优秀的经理团队 做总监 三个团队的业绩 全是你的 来愿不愿意 就这么简单 做完总监 能做副总 做完副总做总裁 做完总裁以后 可以拥有分工资的股份 拥有分工资的股份 以后可以拿到总部的股份 所以你得学呀 你得学呀 有人说老师我也分 不分还好 你一分 全分出去 都不认你了 所以你不能光粉 除了有佛祖 佛祖席 你还得有帝王术 缺一不可 倒数结合吗 是还是不是啊